要汇这个9万多的美金 老翁手上拿着汇款账号 坚持要汇9万元美金 帮助一名自称是乌克兰医师的陌生女子包机来台 警察一听就是诈骗老梗 这个是诈骗的啦 因为你刚听到那个套路 我们已经遇过太多了啦 远景先是跟老翁解释 类似的案件层出不穷 别傻傻地把老本汇给诈骗集团 老翁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 事发在屏东东港一间银行 70岁里姓老翁认识一名女网友 对方说在乌克兰当医生 因为战乱急着要包机到台湾避难 向老翁借9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200多万 还广称汇款账户是联合国的专用户头 殊不知我国的外交部三月份 才公布乌克兰捐款专户 是目前最安全的捐款管道 除了免跨行手续费 还支援线上刷卡 让女网友的说辞不公自破 本文局援警级行员 极力劝阻 终究将汇款男主成功 诈骗集团借着乌克兰战乱 冒充身份在网路上行骗 差点就让人信了 警方表示网路交友不是不可以 但如果对方要你汇钱 最好先查证清楚 否则上当了几百万元的辛苦钱 恐怕也追不回来 TVBS新闻叶凤达 评论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